现在我们看交流电路里面的功率 我们电路主要就是要看它的功率 它输出的功率是什么 这个是交流电路 RLC串联在一起 如果这个顺时的电压是这个 我们假定是这个的话 那电流的这个顺时电流 就应该是等于 I sine omega t 加一个phi角 这phi可振可负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你要把这个值都弄出来 我们才知道 就是说电流跟总电流跟总电压之间 会有一个向角 有一个向角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 电阻气 因为电流是三个元件的电流都一样 那我们先看电阻气的功率 它就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上R 电流都一样 i平方乘上R 这是顺时值 是这个值 每一个周期的平均值 可以用下以下的方法表示 这是顺时值 那这个顺时值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个交流电 它的频率 通常每一秒就有60次 震动60次 所以这个一刹那就过去了 那下一刹那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那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平均功率 就是一个周期里面 它的功率 平均功率是多少 那么这个平均功率怎么算呢 那就是说我们把功率 因为每一秒都不一样 就是每间隔 比如说每间隔一秒的功率 只加起来 一个周期里面 每间隔一个 每一秒的 每一秒就太大了 所以每一个小间隔的功率 加起来 一个周期加起来 被周期 这个时间来除 那就是平均功率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式子用这样来写 就是因为 这个T 它是Omega T的函数 如果我们这里乘一个Omega 就低Omega T了 那外面也要除一个Omega 那Omega T就得二拍 因为周期是等于 二拍 over Omega 那这个T也是二拍 也可以用这个值 所以这两个都要记一记 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电阻的功率 这个值带进来 带进来 因为P你看它是平方 你可以用 用这一套 用这一套就是 你可以这里写Omega T 这个乘D 这个乘Omega 这个Omega 这个乘Omega 或者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平均功率的计算 公式 好那么 我们现在看这个值 这就是它的平均功率 刚刚我们前面的诗子里面 我们现在应用三角横等式 sin平方二分之θ 就是二分之一的一减 cosθ 可以变成这个 OK 好那么 于是这个平方呢 平方 这是θ 这是θ Omega T 那这里就一个二Omega T 对不对 那也 我们将来会遇到 就是说 这个式子里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项的积分 就是cos 这个角度 整数倍 cos整数倍角度的dθ 其一个周期 这个值等于0 sin也是一样 这个也等于0 这个你们自己去积分看看 这个要记住 这个以后很有用 很多的地方要用到这个 所以呢 因为这个平方 这个cosn倍角 一个周期的 cosn倍角 一个周期的积分等于0 那么我们看这个值 本来是这个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把 二分之一 i平方R提出来 i平方R提出来 然后呢 这个 不是 我们先把3平方 3平方Omega T加θ 它的背角 等于二分之一 一减cos它的背角 就是一减cos 二Omega加r5 背角 一减Omega T 我看看 这个写错了 这应该是2 Omega T加r5 OK 这有个T漏掉了 然后它的二分之一 就在外面 二分之一在外面 我们把二分之一 跟这个i平方R提出来 那这个2π还在 变成这个值 现在这个积分的 这个值的积分 你看 第一项 积分 就是什么 就是二分之π减零 被二分之π组 就是一 第二项积分呢 就是cos的两背角 你可以把这个2提出来 这个是Omega T 所以就是零了 就变成这个了 所以将 这个式子的平均功率 所以将上式的平均功率 这就是平均功率 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东西 Half 现在这个是交流电 经过电阻的平均功率 是这个 一个周期的平均功率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电阻器 经过电阻器的电流 当作是一个均匀的电流 均匀电流 均匀电流 就是它没有什么最大之最小之 就是i 那么它的功率呢 就是什么 i平方r 不管你取什么 它的功率就是单位时间 消耗的电能是这个 好 那么 我们就把这个 油晶电阻r的时候 我们把它的这个 把它的这个电阻啊 不是 把它的电流 当作是一个等效电流 就是一个定值的电流 不会变 这个值不会变啊 不会像这个 有这个Omega T在里面 始终等于一个 一个常数 那这个 我们就令它叫做 I effective Effective Current 定值 那么 它的功率就是 i平方r I effective 平方r 那么 这个一周期的功率 要等于 这个平均一周期的功率 就是说 那假如有这么一个电流 一个电阻 它的电流是 I effective 然后经过同样的 这一个周期的时间 周期的时间 它的平均功率就是 还是它 一个周 它乘一个周期的时间 再被一个周期的时间来处 就是这样 那就这个要等于这个的话 所以这个是一个交流电的电流 有过 这个是一个直流电的电流 平均值 相等的话呢 你看 这个等于这个 那就相当于什么 你这个 这个 Effective value 是等于 你这个交流电 电流 这个是它的政府了 政府 I over 根号2 那也就是 这个政府我们可以看成是 电流的一个 一周期里面的最大值 最大值 所以 那我们 说 这个有效的 电流 就是最大值电流 被根号2 来除 就是说你以这个电流 流过电阻的话 它的功率 就跟 这个 交流电的功率 一个周期流过的 平均值是一样的 那另外我们说 I有一个叫做 Root mean square value 叫均方根值 均方根值 就是我们把电流的平方 积分 我们不是把电流 一个周期 积分 再被二分之百 说平方 因为你这是平方 所以我们就开一个平方根 平方根就等于 I Root mean square 这个叫做Root mean square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I 等于I cos Omgd 加5 带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假如这就是 它交流电里头 电路里面的电流 是这个形态的话 那么 I Maxima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还是一样 这个可以变成 它的背角 二分之一 减cos平方 cos两倍的这个角 然后这个平方 两倍的 两倍的这个角 它的积分等于零 平均值等于零 那只有一 那就还是这个值 这个值 这个值 你看 这个开平方 不就是更好2I 这个正好是什么 这个是 Root mean square value 的电流 那么 它等于 effective current 所以 所以电压政府 与电流 政府 的有效值 就是 均 方跟值 那么我们在一般的交流电里面 在输配电系统中 电压跟电流 我们都用 均方跟值 像我们现在 这个 用的这个 电压 比如说 110伏特 这个是指 它的 均方跟值 那么 实际上 这个交流电的 电压 它会 有时候会 最大值 会超过110 那就是 更好2 乘上 effective value 155 所以我们这个 顺势值 电压的顺势值 会超过 110伏特 好 那么我们刚刚是 讲的就是 功率 功率 那么 电阻的功率 因为电阻 它消耗 电功率的话 通通是在电阻 那么 电感器跟电容器 他们 不消耗电阻 不消耗功率 因为它一半周期 半周期里面 它是储藏电能 另外半周期 把电能放出来 这是电容器 储藏电能 然后放出电能 电感器呢 是一半周期的一半 它储藏磁能 另外一半 周期里面 它就把磁能放出来 所以它不会消耗电能 那么只有 电容器 只有电阻器 才会消耗电能 那么 那么 等于我们从它那个 Five角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交流 电路 总电流 的政府 跟电压源 政府V之间 有这个关系吗 这个我们讲过 那么我们 就把这个 这个等于根号2 I Effective 这个等于根号2 V Effective 也就是V RMS 跟V RMS 有这个 式子呢 就自然会有 这样的一个式子 因为它们之间 就差一个根号2 而已 对不对 这个之间 差一个根号2 跟花儿都约掉了 所以平均功率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平均功率 就是平均 Effective Current Effective Current 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又把这个 我们现在 再把这个 这个V V在这里 这个有个 看看 Imax 这个Effective Current I平方R 对不对 I平方R 那么这个是 这个就是I 这就是I I乘上I这个 这是I平方 OK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Z 放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R over Z 正好是等于什么 Cosine Phi 我们从前面的向量图 就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 R over Z 是等于Cosine Phi 那么Phi呢 这个Phi呢 这个Phi 就是什么 电流跟电压之间的向差 比如说你把这个电压 当作是Vcos Phi 那么电流呢 就是I Cos Phi 加 不是 就是把V 当作Vcos Omega T 那么I就是 等于电流 称上Cos Omega T 加一个Phi 或者减一个Phi 不 或者你就写加Phi好了 这Phi可以是 正可以是负 Phi就是等于这个字 那么这个Phi呢 我们又称它叫做 功率因子 功率因子 那么当这个Cos Phi 等于E的时候 就是它的最大值 这个时候输出的功率最大 那么Phi 不等于E的时候 那输出的功率呢 就打了一个折扣 最大值打了一个折扣 OK 那么 所以我们将输送到电阻负载的功率 尽量提高 我们现在 讲究的就是输出的功率嘛 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的话 这个就要去E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尽量就是减小这个向常数的值 这个越大 这个值越小 功率越小 这个Phi角越小 这个值越大 功率就越大 好 那么我们讲这个之前 我们现在讲这个Phi 这个Phi是什么 电流 总电流跟总电压之间的向常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过 总电压 跟串联电流 串联电就是跟这个电阻气 流经电阻气的电流是同向 同向 所以Phi等于零 因此呢 这个功率啊 它的功率啊 这个是纯电阻 功率是 有这个 如果纯电阻的话 纯电阻的话 这是零 对不对 功率就这么大 如果是纯电阻 或者纯电杆的话呢 纯电阻跟纯电杆 在交流电里面 这个角不是正九十度 就是负九十度 就是零了 就是零 所以它的power 是等于零啊 就没有功率输出 我刚刚说过 因为它有一半 比如说电容器 有一半的时候 它是储藏电能 有一半的时候 它是放电 把电能放出来 电杆器呢 它就是有一半 它储藏磁能 另外一半周期 它把磁能放出来 所以啊 我们知道 电路里面 只有电阻 它会 消耗你在 功率 也就是说 它输出功率啊 完全是靠这个 输出 好 如果 我们再看这个字 如果电路的电抗 为高度电感性 高度电感性 那就是 XL比XC 大很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在电路上 适当串联一个电容器 C' 因为你这个比它 大很多啊 大很多的话呢 那这个phi角 就变成很大 phi是什么 actangent cos xl 解xc over r 这个越大的话 这个phi就越大 phi越大 这功率就越小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样把这个phi变小呢 那就是让这两个尽量的接近 这指标差那么多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电容器上面 另外串联一个电容器 c'上去 串联一个电容器 电容器串联以后 电容就变小啊 电容变小 xc就变大啊 因为xc是等于 omega c分之一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串联一个c'进去 就把这个xc就把它变大了 变大了 你串联的 你可以选择 把这个串联的这个值 让这个尽量增大 趋近于xl 那么这个两个x就变小了 对不对 这两个x变小 phi就变小了 那omega phi就变大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例子 假定有一个RLC串联电路 电压源的电压正弧是这个 电压正弧是这个 这个是指它的 Rudmin square value 频率是这个 电阻器的电阻是200个欧姆 电感器的xl是80欧姆 电容器的容抗是150个欧姆 现在要求电容器的功率 因子 就是cos5 向长数就是5 要求5 电阻器耗散的平均功率 如果要把这个平均功率提高到最大值 我们另外要串联或者是必能 现在不知道 要等等去判断 是串联还是必能一个电容器 那现在把这个 另外串联或者必能的电容器 它的电容要求出来 好 首先我们就看 cos5等于这个 这个只要找个记忆计 R等于200个欧姆 那Z呢 Z我们要从这个式子来算 这个都有了 这个都有了 是211.90欧姆 将R与Z值 R跟Z值 带入cos5 带到这个 这个里头去 我们就得 它的cos5是这个 或者是19.3度 或者是负的19.3度 那到底是正还是负呢 那我们就看 它的xc跟xl 你看xc比xl大 所以这个时候它是电感性 这个电路它是电容性 电容性的话呢 电容性的话 就是它的总电抗 是电容性 所以这个phi角 我们就取负19.3 如果电感性的话呢 我们就取正19.3 好 现在我们看 输送到电阻器的平均功率 就是电压输出的平均功率 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带进来 因为irms 就等于v rms over z 所以这就是v平方 这个 那这个有了吗 这个我们也求出来了 cos phi刚刚求出来了 所以是44.54瓦特 那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算 这effet就是平均值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i rms rms的平方 就是i effective的平方 也可以化成 这样的一个值 这个 可以化成这样的值 那你把这个 带进去 乘上这个 也是一样 这都可以 好 part c 我们就来看这个 因为effective 就是它的 不是 它的average power 等于这个 cos等于1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它这个 cos phi不是1 是0.9多 所以它功率是这么大 如果要变成最大的话呢 这要等于1 对不对 等于1 那这个功率啊 就变成它的 平均功率的最大值 最大值 好 最大值 那就是要让这个 越小越好 这个越小越好 phi 就是 cos phi越小越好 cos phi的r of z 把这个写出来 如果 如果 到最大值的话 这个要等于1 cos phi等于1 好 这个等于1的话 我们看看 你这个乘过来 要等于1的话 那就是这个要等于0啊 这项等于0就表示 你现在要串联 你串联上去的这个 这个 串联以后 串联一个电容 就是你加一个电容器以后 加一个电容器以后 我们现在不晓得 它的这个值多少 就是你加一个电容器 是串联还是 并且不晓得 反正它的电抗 加上去以后 这个电抗要等于xl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 所以你加了 已经另外加了一个电容器上去 是串联还是并联 我不晓得 已经串联上去 等于这个 那这个就是 已经串联上去 或者并联上去的电容器 它的等效电容是这个 因为 这个等于xl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就知道说 原来 后来的这个 你加一个或者是 串联一个或者是 并联一个电容器以后 电容要变成这么大 电容要变成这么大 而它原来的电容呢 是这么大 所以你看 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原来是这么大 后来你要 你要变成这么大 才会让这个 等于1啊 那是让电容变大了 你要变 电容变大的话呢 你要在这个 原来的电容器啊 再并联一个上去 并联一个电容器上去 它才会 变大 所以 由于 这个是大于 C Equivalent 大于C 所以将原来的电容器 与另外一个电容器 并联 以增加等效电容的值 现在我们 假设另外一个电容器 电容是C' 并联上去的 那C Equivalent 就是原来的电容 加上C' 并联是这样子啊 那C' 那C'呢 就是后来的这个 就是你 你加上去的电容是多大呢 就是C Equivalent C' 减到C 减到C啊 就这么大 所以你要避免一个这么大的电容上去啊 那么 它才会让 它的功率变成1 电率变成最大值 Cos V变成1 那这个并联的电容器 那大小就是 1.55 乘10的 负5次方 法拉 好 现在叫做 我们来看看 变压器 变压器 交流电压 你看我们为什么 一般的电路啊 交流电路 一般为什么要用交流电路 不用直流电路 理由在哪里 原因就是说 交流电压 它可以用这种简单的一个装置啊 把这个电压变小 或者把这个电压变大 就是增加这个电压 或者是 減小这个电压 这就是变压器啊 好 它的这个变压器 这就是它的基本的一个图形 这边是一个主线圈 Primary coil 你从电压里头出来的 比如说 或者从这个 从电厂里头出来了 这个电压很高 然后你要输送到我们家里去的话 你不能够高电压 高电压的话 很危险啊 降低 降低 它就用一个Secondary coil 我们称它叫做负圈 负线圈 那么这个扎数不一样 N公文是主线圈的扎数 N2呢 是负线圈的扎数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它怎么样子变压呢 怎么样子变压 是什么原理呢 我们现在这个 是输入的电压 这个是输出的电压 输出的电压 那么它的顺势值就是V1T V2T 这个应该有个 这个小写就是表示 它是顺势值 好 那么变压器这个 本身这个是用软铁做成的 软铁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铁芯 它而且是用这个 一般都是用铁磁物质做成的 铁磁物质做成的 它有一个 这种物质有个特性 就是说你有一个磁通的话 这里会因为有电流啊 在这里变化 这会产生磁通 有电流它就会产生磁通 那么软铁 就是铁磁物质会 这个磁通会顺着这个 几乎全部都顺着这个 软铁里面在跑 不会露出来很少 几乎全部都局限在这个 铁磁物质里面在跑 那就说这里产生的磁通 全部都会经过这个 这里产生的磁通 不会露到外面来 如果你没有软铁的话 这个磁通通过这个的很少 对不对 有软铁的话 它就把这个磁通 让它全部倒向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们看 假定 你这个电流是多少 每一圈的电流是多大 它会产生磁通 电流会产生磁场 会产生磁场 磁场存在它的面积呢 就是磁通啊 它现在绕了N扎 N扎就等于它的面积有N倍 这个每一扎的N倍 所以 磁通就是这么大 这么大 好 那么 这个磁通 留到这里的 这个磁通跟这个磁通都一样 都一样 好 那么因此呢 这个磁通跟它大小是一样的话 好 那么它现在只有N突扎 N突扎 所以它这个 这个磁通 把这个线圈练住的 只有这么多扎 这是磁通的练条 磁通链 那根据法拉第定律 主线圈的电压 是等于 等于 D5 over DT 乘上 扎数 OK 这是它的电压了 瞬间电压是这样 那么根据法拉第定律呢 它应该是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乘上这个 这是感应电压了 感应电压 那负线圈的电压呢 V2 它 可以写成这个 它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磁通链的时间变化率了 这就是磁通链的时间变化率了 等于这个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V1等于这个 V2等于这个 那这个D5 over DT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比一比 V1比V2 这个比这边 那就是N1 比N2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啊 主线圈跟负线圈 电压的比 要等于主线圈的扎数 与负线圈扎数的比 那就是说 电压 与扎数成正比 成正比 主线圈 主负线圈的端电压 分别跟线圈的扎数成正比 好 成正比 所以 呃 我们就可以 看到 可以看到 电压呢 你这个 你要 把V1 降低的话 那你就让N2比N1小 你要把V1升高 就是V2比V1大的话呢 那你就让N2比N1大 所以交流电它有这么一个好处啊 就是说它可以把电压提高 或者是降低 就是利用这个变压器 当然它 这个变压器还有其他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等等会讲到 我们在输配电的话 输配电的话 它经过 比如说电厂里头出来的电 要到我们市区里面用的话 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 几百公里 几百公里的电线 如果这个电流是个常数的话 那消耗的功率就很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尽量把这个电流啊 要变小 电流变小 那电流变小呢 我们等等 就会看到 你就尽量把电压提高就对了 电压提高 电流就会变小 就让这个功率啊 耗损的比较少一点 所以它呢 这个关系 在长距离电力的传输上 显得格外重要 因为这个式子提供一种 降低热功率耗损的方法 好 现在我们看电流 这是功率 就是输入的功率 VI乘上II V2乘上I2是输出的功率 我们假定啊 在理想状况之下 这个变压器呢 输入的电 输入的 因为它全部磁通都是 都是一样的嘛 假定它是妈妈糊糊一样的 所以输出的功率 输出功率又等于输入的功率 这两个相等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比一比 I1比I2 要等于V2比V1 对不对 那V2比V1 又等于N2比N1 所以I1比I2 它是跟渣速呈反比 V2比V1 是跟渣速呈正比 这个关系要记住 OK 这个就表示电流跟线圈的渣速呈反比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简单的例子 假设从电厂里面输送的功率 是一百万千瓦 就是等于10的9之方瓦的GIG 那这个GIG要输送到这个居家使用的话 到我们市区家庭里头要用的话 就是我们都用一百伏特 一百伏特 你不能很高 很高的话 一天到晚出事情了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从电厂里头 输出的电流 输出的电压是这么大的话 那么你的电流要多大呢 因为电压 功率等于V层I 这个一比 10的7之方安倍 这个好大 10的4之方安倍就是1万安倍了 10的7之方就是1000万安倍了 那这个功率 I平方R就更大了 那这个 经过几百公里的话 这个消耗太大了 那这个划不来 好 要减低这个传输过程中 耗散的功率呢 我们就要将电厂输出的电压 用高电压输出 因为高电压输出 它电流就变小 高电压输出 比如说我们用高电压输出 假设不要说 太高好了 就10万伏特 实际上比这个大 10万伏特 也就是说 它的VI 是等于10的5次万伏特 好 那么 它输出的电压是 这么大的话 它的功率还是这么大 那么它的电流 这个时候就是 10的4次方安倍 就是说我们假如 把电厂里面输出来的电压 本来是100伏特 结果它的电流是这么大 好 我现在把电压提高到 10万伏特 那么电流就变成 这么大伏特 这个当然你看起来好像 还是蛮大的 但是比这个已经小了 小了一千倍了 一千倍了 这是我们做个例题了 就是说 你输出的电压是这么大 那到家里头不能10万伏特 家里头还是要100伏特 那我们就用一系列的变压器 一级一级的把电压降低 它不是一下子降得很低 一下降得很低 那你这个变压器 这个扎数差太多了 那我们一级一级的降低 降到最后的电压是100伏特 在这一级一级一级特 它还是100伏特 但是它到居家的话 就是几千户几万户 都是并延到这个变压降 这一级的电流呢 这一级的电流 与10的七十八安培相同 也就是电流啊 就是你输出来的电流啊 最后的电流啊 已经降低下来了 就是说你 你这个 本来十万伏特 电流是变得这么大 后来慢慢慢慢降 降到100伏特 电流又回到这么大 但是这100伏特 这个十的七十八安培 不是只给一个家庭用啊 几十万个 几十万部用可能 好这个时候 你看 输送的电流 跟起初的这个 输送的电流 差了 一千倍 一千倍 那就说这个电流 小了一千倍啊 那么它的功率呢 功率是对 I平方 R R没有变啊 就是减又减少了 一千倍就是 十的负六之方倍 也就是说 它的功率啊 损耗 比原来那个药 降低了一百万倍 那这为什么我没有用 交流电路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电厂输出的时候 用高电压 它电流是低电流 不过消耗的功率比较少 然后到了住宅区的时候 到了住宅区 它的电压当然要慢慢变下来 对不对 它变下来以后啊 因为从这个变压站 到我们住宅 这个 这个 之间的传输线的 长度啊 那比从 从电厂里头出来要短了很多啊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电线杆上的变压器 主线圈的电压是这么大 Primary是这么大 Primary Coyle Summit 电压是这么大 供应附近社区的复线圈 是一百二十伏特 这个是八点五KV啊 八千五百伏特 但是你要 到社区的住家以后啊 你就不能用八千五 五百伏特啊 要用什么 一百二十伏特 降低到 这个才不会出危险啊 两个电压 这个都是均方根子 现在要求主副线圈的扎数比是多少 N1比N2是多少 住家消耗的平均功率是78瓦 那么主副线圈的电流均方根子各是多少 电流均方根子是多少 求主副线圈负载的电阻值 扎数比 扎数比跟电压的成正比 所以这主线圈的扎数 跟副线圈的扎数 比要差70多倍 70多倍 OK 这个就等于是70倍了 或者你算它71倍 那么average power 消耗的功率 如果是78瓦 功率是等于V1乘I1 V2乘I2 这都是effective value 那I1就等于这个 Average power被V1除 等于9.18瓦 负线圈呢 也是用这个 被V2除 650瓦 650瓦 就是说从 从这个变压站里头 输入的 就是从电厂到变压站 输入的是 电流比较小 看到没有 然后输入到住户的变流 这不是一家的 是几万户 或者几十万户的电流 是这么大 然后主线圈的负载 主线圈 它的电阻 就等于V1 比是I1 926欧姆 负线圈的负载 R2就是V2 I2 等于0.18个欧姆 整个的负载 负载你的主抗 因为你这个电流要大 所以负载的比较小 以上就是我们介绍的交流电 负载的负载 负载的负载 负载